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王伟 副主任医师 邦步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压喉投进外科 访谈节目播出后 家长们纷纷留言 还想了解如何预防 治疗泡疹性咽瞎炎 深毒君来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话老我先生 过期的 变质的 生的食物上面 尤其是没煮沸的水里 满满都是我们的身影 宝宝一吃 很容易传染 食物传播是泡疹性咽瞎炎 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 所以食材要新鲜 食物要煮熟 水也要煮沸 小朋友们最好不要你一口啊 我一口 危险啊 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属作家 和谐号飞沫 瞧几个宝宝窝窝在一起说话 这一开口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在和谐号飞沫的助推下 一起聊天的所有宝宝 就都是我的俘虏了 飞沫传播 也是泡疹性咽瞎炎的传播途径之一 给宝宝戴个小口罩 就能轻松挡住肠道病毒 你瞧那宝宝 吃吃小手时 我们赶紧爬上小手 它可就是我们的播种机了 小手碰过的 抓过的东西 就都被我们污染了 下一个小朋友的小手来了 我们跟着它又来到了嘴巴 进入肠道 开始新的旅程 看见了吗 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 都是泡疹性咽瞎炎的传播途径 宝妈们一听说 幼儿园里出现泡疹性咽瞎炎了 如临大敌 开始用酒精消毒 想弄死我们 我想说 我们压根就不care酒精好吗 紫外线 漂白粉 甲裙 点服 才是我们的克星 高温水煮 也是我们的炼狱 敲黑板了 酒精对肠道病毒是没有用的 几要点 煮 泡 晒 擦 煮 宝宝的奶瓶 餐具 用钱煮个二十分钟 泡 宝宝的玩具 用消毒液或漂白粉 泡个三十分钟 晒 宝宝的毛巾 尿布 衣物 被子等 都要经常换洗 阳光中的紫外线杀病毒 可是刚刚的 擦 地面 台面等宝宝经常碰的地方 用消毒水或者漂白粉进行擦拭 敲黑板 我国上市了肠道病毒七一型疫苗 半岁到五岁的宝宝们通过注射疫苗能预防泡疹性咽霞炎 注意 肠道七一型病毒以外的肠道病毒入侵 小朋友还会得泡疹性咽霞炎 另外 如果幼儿园里出现了泡疹性咽霞炎 宝宝发烧 嘴里还长泡疹 家长要及时去医院确诊 得了泡疹性咽霞炎该杂质 最最关键的就是两点 一个是体温 一个是泡疹 关注宝宝的体温变化 不超过38.5度时 可以用物理降温 超过39度就要用药物降温了 口腔内的泡疹容易破损 形成溃疹 还疼得厉害 可在口腔溃疹处喷点物状消炎药 让溃疹早点恢复 饮食以牛奶 蛋羹 肉米等流质或半流质食物为主 为了减少对溃疹的刺激 吸管是个不错的选择哟 如果宝宝持续高烧 再加上咽痛导致不愿意吃喝 容易引起脱水 家长要注意给孩子补水 宝宝精神差 可能是脱水导致的 要及时就医 严重脱水可是会危及生命的呀 防治的知识一讲完 泡疹性咽霞炎专题就要结束了 你喜欢这种访谈的形式吗 对泡疹性咽霞炎 还有啥不明白吗 还有啥疾病特别想了解吗 微信搜索深毒视频加关注 留言给深毒君 深毒君愿意为你唱情歌 不对 是说疾病了 救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